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 世界第一名潜能大师安东尼·罗宾曾把人的潜能比作一座金矿, 这座金矿人人都有,它的蕴藏量十分庞大,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而开发之法就藏在我们一生的习惯中。 今天,晚君为大家分享18个激发潜能的好习惯, 每天花点时间去练习,坚持下去,你也能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一、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 结果发现,生活中有27%的人完全没目标,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最终混成了社会的底层,贫困又潦倒。 而只有3%的人清晰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每日朝着目标前进,同时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 到最后都成了行业的精英,有目标和没有目标的人, 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戈德曾说,这并不够,应该每一下就是一个目标, 每一步都自有价值给自己设立每日目标, 沿着既定的轨迹前行,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变得更强。 只要一直在路上,你就终有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天。 二、在追求高效的时代,如何才能让效率最大化呢? 心理学家表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大脑的黄金时段来做事。 在这个时段内,人的思维更加活跃,潜力得到开发, 效率自然也会达到最大化,但每个人的效率高峰期都有不同。 如果你觉得早起头脑清醒, 那么在早晨列出一天的计划就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你认为深夜状态最佳,那么在夜晚复班工作便更能理清思路, 让你事半功倍,找到适合自己的时间段。 开展你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结果自然也不会差。 三、你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候? 工作还没五分钟,就想看一眼手机。 本来只是回个消息,不自觉就刷起了短视频,及时放下了手机。 脑子还在各色信息中神游,在手机的影响下,我们的专注力越来越低, 更难以集中精力。 想要戒掉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为自己设置一个时间快。 所谓时间快,就是用三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来让自己保持绝对的专注。 在这段时间内,坚决不碰手机,屏蔽掉一切杂音, 只做自己计划好的事。 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容易被外界打扰, 做任何事都得心应手。 专注力提高了,你的能力也会更上一层楼。 四,一个人想要变得自律,该如何开始第一步呢? 博主,他硬核三一晒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早起。 五点起床,他用健身开启美好的一天。 六点洗漱过后,他边吃早餐边思考当天的计划。 七点,他已经坐在电脑前,把工作中的难题提前解决掉。 八点,他收拾完毕出门去上班, 投入了新一天的挑战。 就这样没过几年,他已经当上了部门的主管。 而同期的同事,每天踩着点上班, 如今仍然在原地打转。 很认同一句话,过怎样的早晨, 决定了你过怎样的一生。 因为人在早起的过程中, 不仅是在克服惰性, 更是在争取自我成长的时间。 利用好早上的时间, 人就能一点点进步, 一点点变强, 坚持早起的人, 更容易拥有开挂的人生。 无, 山下松子曾从事杂物管理的工作, 他发现环境对人影响颇深, 房间总是乱糟糟的人, 往往性格懒惰, 没有奋斗的意愿。 只有环境整洁了, 人才能专注自己, 做好手头的事。 他在断舍离中建议大家, 如果状态不好, 就先整理自己的房间, 丢掉不用的物品, 摆正杂乱的物件, 清扫沉积的灰尘。 在石垛的过程中, 人也在病除脑中的杂念, 清空内心的负累, 内心清静了, 人才有更多精力去提升自己, 轻装上阵, 人生才有新的可能。 六, 在生理学上, 有一种突破极限的状态, 被称为第二次呼吸。 是指在长跑过程中, 人因为体力不支而出现胸部发闷, 四肢无力的情况时, 坚持下去激发潜能, 人体就会迅速切换到一种新的平衡, 让全身充满力量。 运动之余人, 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途径, 更是培养意志的法宝。 通过每天的锻炼, 人会不断进步, 打破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极限。 每完成一次训练, 人也会更有成就感, 面对挑战不再畏惧, 面对困难不怕打击。 就像演员彭于燕说的, 如果你做到了, 就会有很好的精神状态, 做任何事都会更自信其。 哲学家康德在大学任教期间, 遵循着一套严格的时间表, 他每天晚上八点睡觉, 清晨五点起床, 三十年间风雨无阻, 对时间的珍惜, 也导致他做事认真, 效率极高。 他在学术上不断突破, 开创了康德哲学, 影响后世数百年。 有位学者说, 谁对时间越吝啬, 时间对谁越慷慨, 一个人越是珍惜生命, 就越会努力耕耘, 不断超越自我, 你才能在自己的领域创造奇迹。 时间向来是公平的, 善用分秒的力量, 成功迟早会与你会面。 八, 作家王梅曾分享过自己 能坚持写书的秘诀, 他说, 每当完成一部分写作内容的时候, 就会给自己奖励, 要么看场电影, 要么吃点喜欢的零食, 这样会让自己更有动力。 对于一个人来说, 只有建立回报机制, 让人尝到了甜头, 人才能持续前进。 人的潜能也需要一步步进行诱导, 在奖励的激励下, 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实力, 所以想要有所突破。 事实对自己鼓励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做成了一件难事, 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小长架, 去旅游, 去放松, 完成了一个项目, 也可以给自己买些小礼物, 让心情变得美好, 及时给自己正向的回馈, 为了目标持续奋斗, 你的回报也会愈下丰厚。 9. 东宇辉曾说, 这个时代应该是属于读书人的时代, 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变得前所未有的, 容易获取的时代, 在人人都追求效率的今天, 我们很难有整块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 但时间碎片再小, 日积月累也能产生巨大的价值, 养成阅读的习惯, 更能开阔人的眼界和心胸, 让人受益终身, 所以, 与其每天浏览对生活毫无益处的垃圾信息, 不如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阅读, 翻开一本想看的说, 哪怕是十分钟的阅读, 也能为你展开不一样的世界, 见过的世面多了, 你自然能跳出生命的狭隘, 收获一个更加达观和博学的自己, 时, 有人曾把拖延比作生命的窃贼, 因为他会在不知不觉中盗走你的热情, 偷走你的机会, 碾碎你的梦想, 击碎你的目标, 最终让你变得浑浑噩噩, 在自我怀疑中度过平庸的一生, 作家布莱尔曾说, 完成任务的最高境界是提前完成任务, 想要戒掉拖延症, 最好的办法就是设定一个完成的时间, 逼着自己去动起来, 在与时间争分夺秒的过程中, 激发内在的潜能, 你只有相信自己能完成, 你才能达成既定的目标, 最终让梦想成真, 十一, 心理学上, 有一个两分钟效益, 意思是说, 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 一定要在两分钟内去做, 当你开始做了前两分钟, 就能坚持下去, 一直到事情做成,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一事无成, 往往就是因为想的太多而瞻前顾后, 在害怕自己失败的恐惧中, 逐渐丧失斗志和信心, 如果想做成一件事, 完成要比完美更加重要, 而只有立刻行动起来, 你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成就自己的人生, 十二, 教授黄海森说, 知识到了最高境界, 其实是相通的, 领域不同, 但逻辑相似, 行业有弊, 但思路相通, 通过了解不同的文化, 接触不同的学问, 自我也能很快得到提升, 跨界学习的本质, 其实就是锻造一把钥匙, 打开不同的大门, 看到不同的风景, 你的世界才会趋于完整, 空闲的时候, 不妨尝试着去接触陌生的领域, 可以学一项无关生存的技能, 或做一个与自己专业无关的项目, 用多元化的视角帮自己打开思维, 丰富人生的体验, 你掌握的知识越多, 你的潜力就越容易被发掘, 自身实力强大了, 无论身居何处, 你都能成为领域的精英, 十三, 有位商业大佬曾在自传中描述过自己, 一天的生活, 每天清晨不到六点就起床, 先运动一个半小时, 然后开始工作, 中午不睡午觉, 用咖啡提神, 而晚上睡觉前则是固定的看书时间, 他不上网, 因为觉得上网占据太多时间, 也不成聚会, 因为不想做无用工, 他说, 想要所有成就, 首要任务就是自我管理, 主动舍弃无意义的事, 心理学上认为, 如果你在一件事上投入的时间足够多, 你的水平也会足够高, 由此产生的规模效应, 让你做任何事都能静下心来深耕自己, 获得不凡的成就, 就像那句话说的, 你把时间花在哪, 人生的花就开在哪, 主动舍弃那些不值得的事, 比如精简社交, 卸在游戏等, 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 让潜能外显, 宁愿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强悍, 十四, 有研究证明, 人是唯一可以接受暗示的动物, 给予自己正面的激励, 人就能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获得想要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看一些励志的书籍或电影, 从中汲取能量, 遇到挫折时, 也多往好的一面去想, 用正念给自己引导, 心情低落时, 调动情绪复原力, 让自己从失落的状态中脱离, 任正非曾对员工说, 自我激励是最重要的激励,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比内心的力量更强大, 相信自己你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十五, 雷军在演讲成长中, 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候他决定用两年时间, 修完大学四年的学分, 但不知如何选课, 没办法他只好去找高年级的学长, 向他们请教, 而这一问, 不仅问到了经验, 还得到了学长的笔记, 从此开启了学霸模式, 他说自己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就是遇是要找个懂的人问问, 因为有了榜样的职业, 自己也会少走许多弯路, 更快得到成长, 有人说, 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钱, 而是贵人质疑你成功的方向, 遇到困难时, 善用榜样的力量, 把他们的经验化为自己的答案,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才能爬得更高, 看得更远, 十六, 经济学家巴雷多认为, 在任何一组东西中, 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约百分之二十, 但很多人却喜欢做一些无用功, 把大部分精力, 用在了不重要的百分之八十上, 结果就是, 人越努力却越看不到成效, 最终被低效率的兴奋拖垮了人生, 事实上, 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 就在于只做最重要的事, 他们永远专注在那百分之二十的挑战上, 越做越精, 越钻越细, 最终变得越来越厉害, 是庸庸碌碌平凡过一生, 还是激发潜能让自己变卓越, 取决你是否能做最重要的事, 时期, 现实中, 你肯定也有很多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 遇到这种情况, 你是能拖则拖, 到最后不了了之, 还是在心里充满抱怨, 搞不好就草草了事, 如果你抱着以上两种心理, 再好的机会你也抓不住, 你再优秀也只能被埋目,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有一句名言, 行动解决一切, 没有行动, 什么都不会发生, 遇到不得不去做但对自我有增益的事, 可以通过拉长时间线来逐步推进, 一天攻克一部分难题, 一点点消除不想做的心理, 在这过程中, 你的潜能逐渐被开发, 你的能力不断被提升, 做到最后, 你会发现自己轻松就超过了预期, 十八, 教育家乌深思基曾说, 好习惯是人在神经系统中存放的资本, 这个资本会不断地增长, 一个人毕生都可以享用他的利息, 好习惯越多, 人内在的能量就会不断被激发, 坚持越久, 习惯对人的助力就越大, 甚至能在无形中改变人的命运, 想要快速积攒这种力量, 我们需要给好习惯做个加法, 可以是跑步的时候听播客, 运动的同时又掌握了新的信息, 可以是早起后先做计划表, 精神饱满地规划一天的工作, 可以是看视频时做笔记, 让知识通过双重记忆被牢牢掌握, 把好习惯融入日常, 你的未来也必将不同反响, 作家史蒂夫·帕弗利娜曾说, 我最重要的那些突破, 通常都来源于自己的亲身尝试只有试过了, 你才能领悟改变的力量, 只有坚持了, 你才能发生脱胎混骨的蜕变, 这世上所有的优秀都有迹可循, 在好习惯的复利下, 你的潜力也能被激发, 你的能力也会更强大, 不因为改变的微小而不开始, 也不低估变化带来的力量, 两个赞吧, 从小处着手, 培养这18个习惯, 让时间为你助力, 你终能与最好的自己相遇。